吴先生有一套房子从今年5月份开始装修 7月份他准备定制家里的柜子 经过自己的装修设计师介绍 跟安徽一家公司签了合同 吴先生提供了一份家居定制合同 以方是一位韩先生 盖着前山市三木家居定制有限公司的印章 前山市是安徽省的一个县级市 距离杭州400多公里 吴先生说双方最初约定的送货时间是8月初 现在全屋定制就是经过了特别长的时间 然后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到现在货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到我的现场 与他们这家全屋定制的协商结果是 答应赔偿 然后总共的赔偿费用加起来 加上本金总共是76000元 吴先生提供了一张欠条 上面写道 甲方向乙方定制贵品 由于乙方无法按时供货 乙方同意退款76000元 然后到截止到目前 经过了将近一周的讨要时间 基本上只拿到了1000块 然后之前第一次讨要的时候 支付了3000块钱 昨天晚上转给了他一笔 然后就是说 昨天转了1000块钱给他吧 反正今天我爸给我转1万 然后明天我朋友给我转1万 后天我朋友问我去借2万 那4万块钱吧 然后我车子这边也卖了 9万6400 你公司的经营有问题吗 公司 那个公司经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可能 可能就是说我 可能就是说我这边管理可能不散嘛 因为就是说可能 就是 因为产物定制这个东西 后面的话 嗯 后面的话就是补单的东西 很容易出错嘛 就是材料 就是 就是对不了材料这个颜色跟纹路这块 韩先生在电话中承诺 会尽快把钱支付给吴先生 吴先生认为 介绍方 杭州储邦上亿装饰成熙店的设计师 也应该承担责任 找到杭州储邦上亿装饰成熙店 之前与吴先生对歇的设计师介绍 他一直在帮忙联系 前山市三亩家居的韩先生 处理退款事宜 至于推进全屋定制的事情 还得公司决定 记者留下了电话 后来有一位店长进行了回复 本身就有制度 不允许在我们的合同范围内的内容 去推销外界的 不跟公司有任何合作形式 有签署合同关系的材料商 这首先第一个 我刚刚也问了我们的设计师 不是设计师主动的去推销 是业主让他帮忙找的 我人但是现在是在广州 那所有的前因后果 我也没有了解清楚 到了公司之后 我也会了解清楚了 我才能给到一个答案 吴先生表示 已经做好了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此事的准备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